今天的信息是講到聆聽神的聲音 其實我們講的時間會少 但反而是操練的時間多 因為其實聆聽神的聲音 其實每個基督徒都有 不過問題是你有沒有留意 如何能夠更加聆聽到 這就是重點 這個經文就是 《約翰十章二十七節》 就是講到告訴我們 我們一起讀 《約翰十章二十七節》 我的羊 聽我的聲音 我也認識他們 他們也跟著我 就是 神的羊會聽到神的聲音 是個個都聽到的 那你說 我聽不到 我告訴你 你會聽到的 你是聽到的 神也認識我們 神也認識我們 知道我們是誰 知道我們的內心 而我們很容易討神 只要你的心白神 我做得不好 求你赦臉 做得不好 求主赦臉 當你一 真心真意 神啊 我就是需要你 我感謝你 我歡喜 你神又歡喜 當我們侍奉神 神又歡喜 總之你做了什麼 總之向著神的方向 神就歡喜了 任何 即是你的心向著神 神啊 世面我罪 神就很歡喜 神啊 我感謝你 我愛你 神又很歡喜 當我們 願意侍奉神 一杯涼水 神都會歡喜 這個心態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覺得很難 也因為這個原因 很多人覺得 很難達到神 很容易被魔鬼攻擊 其實當我們跟神有信心 他經常信心 神經常聽我們祈禱 經常喜歡我們 神一定保護我們 這個壯士 當耶穌趕邪靈的時候 他說 你能否進入壯士的家 搶奪他的東西 除非你把這個壯士綁住 這個壯士是誰 就是魔鬼 為什麼耶穌能夠趕邪靈 他當時回答他們的問題 就是趕邪靈的 如果我不是綁住魔鬼 我怎麼能夠趕邪靈 所以耶穌是聖國 在一起 當我們的心輕鬆 其實我們會收到很多神的聲音 不是每個人都聽到一種 可聽到的聲音 但我們每個人都會有意念 但有些人會很特別 就是聽到神的聲音 這是很大的禮物 但是聽不到 你的意念一樣會有 最聽到的是什麼 就是《約翰福音》十六章八節 他既來了 就要叫世人為罪 為疑 為審判自己 責備自己 就是這個說到聖靈 保衛師聖靈來到 祂就會叫世人為罪 為我們的罪 我們所犯罪得罪神的地方 為疑 為神的公義 我們要遵從的 我們應該愛人愛神 但是我們沒有做到 我們為到疑 為到審判 有一天我們每個站在神面前 所有的閒話 凡人所說的閒話 都要去祝他的公出來 因為要憑你的定理為宜 要憑你的定理有罪 我們所有說的閒話 都要公出來 所以所有的 耶穌求你赦免我 幫助我 不要再說閒話 你都任何的罪 求主你帮助我处理 神让我真心痛苦这些罪 耶稣真心痛苦这些罪 求主耶稣释放我 脱离这些控诉 就是这些控诉 但是 圣灵的提醒 和长期的控诉是不同的 圣灵的提醒是怎样呢 我们犯罪会提醒 但是长期的控诉就是 哎呀 我以前做一件错事 真的好错的 哎呀 永无翻身之日 哎呀 我得罪了这些人 哎呀 没有机会了 这个就是长久的控诉 这个是魔鬼的作为 就是魔鬼是奏夜控诉 第一个人 我们就不是奏夜控诉 只要知罪 立刻求主赦免 并且憎恨罪 有时会想起 那时候真的好丑啊 就是做完那些事 立刻憎恨这个罪 神啊 赦免我求 帮助我 处理这个罪 有着圣灵的声音 提醒我们有罪 就是说这个人是有生命的 有神的生命的 如果基督徒 他说基督徒 他犯罪 不觉得有问题 是他的属灵心 有问题 而这个敏感罪是有程度的 是你越进入就越敏感 又会敏感到很微细的罪 这样的时候呢 你就会全心处理的 譬如我留意到就是说 就算我的心没法都是罪 因为我规决神的荣耀 我没有彰显神的荣耀 世人都犯了罪 规决神的荣耀 就是说呢 本来是神的荣耀 彰显出来 神的爱 神的慈 神的光明 神的圣结 彰显出来 但是我们呢 生命没有彰显 就是罪了 因为天堂的人 就将于神的荣耀 他们是没有罪的 那里就是没有了任何的烦恼 激气怒嘲 猛争怒嘲 人家不好是他的事 我不需要怒嘲 我们可以保持一个喜乐的状态 我在经历圣灵之后 神就提我了 有一次我被人击 然后祈祷就没有喜乐 神就说 你要处理 即有这个意念 要处理 接着我处理 我不是有做错事 我不是道歉 我分享 而是我说 如果我令你不开心 请你原谅 那人仍然怒 但是我就放了手了 放了手了 神就说 你以后都这样处理 任何人击你 你就这样处理 你就不要放在心上 我发觉神就提我了 有很多小的东西 有时呢 有人做得不好 我心里会激气 有些什么东西 有时网上都有一些 在Whatsapp 大家可能有些东西 有些人会说话 有些人会说是冒犯的 并且不只是冒犯 他会传播 但是呢 我又说不要紧 在神的手中 神会祝福的 神真的有祝福 但是在过程中 我不给他影响 我心里决意 什么事都放下 这个神会提我 我希望你都听到 神的声音提你 你几个人 你犯罪觉得会不舒服 会提你去悔改 有几个人有的 精力与手 这个就是神的声音 如果你不知道 这个不一定有的意念 这个是错的 这个是错的 你知道是错的 我说完闲话 我知道是错的 我骂了人 我知道是错的 我得罪人 我知道是错的 有污蔚的意念 我知道是错的 这个就是证明 你有圣灵在你里面 好 问题就是 很多人其实不知道 神已经多次说话 别说谎了 你别生他 但是我们说 他这么坏 当然要生他 就是神跟我们说话 但是我们拗劲了 就是我们不知道 神跟我们说话 别生他 你遥恕他 别计较他 但是我们还是生他 我发觉 我们不喜欢一个人 他里面有两个声音 一个声音就是自己的情欲 就是我要生他 但是另一个声音就是你不要 或者有些人去做一件不好的事 有一个故事 曾经有一个故事 这个是不真是假的 有个爸爸跟儿子说 他跟朋友一起去那个地方玩 去那个沙滩游泳 那个爸爸说 那个沙滩很危险 有些人就死了 你不要去游泳 你去玩你就不要游泳 我儿子说好了好了 我不去了 怎么知道回来 他真的游泳 我爸爸问他 为什么你会游泳 总是如果我叫你不要游泳 他们叫我游 但是你叫你不要游泳 你怎么游 我戴定了 就是他戴定了 如果你真的做了这个事 你戴定了游泳 那你的心就在想 糟了 是不是真的会游泳 那些人在说的时候 一说一次 你游泳 你的心就会说 是我爸叫我保游泳 因为很危险 这个心都会 每一次说的时候会增加 最后他就说你真的下水了 我爸知道的 怎么办 就会有这些的挣扎 但可能他那个朋友的声音大了 好了 跟着你去吧 这个声音大了 于是他就走下去游泳 大家都会发觉这件事 讲大话 得罪人 或者上网看 你不应该看的东西 都会在里面 就有声音提醒我们 但我们在看的时候 有借口 我也试过 所以我知道 每个都知道 先犯一会 一会求耶稣赦面 每人都犯了 我都犯过 再犯一次也不要紧了 真的有时候会这样 但是 我现在 我真是罪 因为罪一定有破坏性 我会很认同圣灵 一圣灵提我 就去做 我发觉圣灵更加提我 更加敏锐 我希望大家 留意 其实神经常跟我们说话 说了很多次 而神在基督徒心中运行 以至我们能够立志行事 腓立比书2章13 这个经文很重要 一起读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弥厌 这个经文其实很丰富 为什么丰富呢 他说到基督徒会立心做 当然说立心做是说到 顺服神的事 这是神在里面心里运行 不是说你犯罪 而是说当我们立心去爱人 传呼音 譬如你今晚回来 或者在某个时候 你想去帮一个人 你也有圣灵提醒你 但是可能你说 很忙 但是圣灵又会再提醒你 我们里面会有一种的挣扎 最后会去 有些人不用挣扎 是不是都已经决定 已经临时了 然后也会来 这个就是那个行动 或者传呼音 这个人我很想去传呼音 去思考 就是圣灵提醒我们 然后我们又说 哎呦 不知道他会否相信 就会担心 然后跟着 最后如果我们信服的时候 我们决定 好 我就跟他做 向他传呼音 然后跟着走出来 这个都是神在你心里运行 这个经文讲一件很特别的事 我们以为我们跟神是分得很开的 这个经文其实告诉我 神跟我们那种结合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歌伦多前书6章17》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成为一灵 那种结合是非常密切 密切到我们以为是我想的 但其实是神感动我想的 而凡是属于神的事 譬如说 我很想改 我很想爱人 我很想关心人 我很想存款 我很想侍奉神 这个有其他好想 你将来一天 你得释放得意志 可以祝福人的 可以侍奉人 得释放 学习 然后为人讨告辅导 或者各样的侍奉 有几个想 在这里 我希望大家都想 其实你做得到 这个立志 你有这个心就是神在里面运行 但有些人运行一段时间 结果他真的做了 有些 就是他的罪性在里面抵抗 但当你信服的时候 你就会真的去做 这个心 我们就以为自己想 其实就是神在里面运行 就是那种结合 有时 我们看到有人很想帮他 我们就以为我们自己出发 但其实是神感动我们 但我们同时合作 就是我们合作 神感动我们 我们合作 其实是神和我们的关系密切 是非常密切 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你想回你立志 你会看圣经 你会明白圣经 你会思考 你会应用 你会去改 你会立心去侍奉 这些过程 全部都是神在里面运行 这个运行也是一个声音 就是你里面有一种意念 彈出来 你就想去做 如果你留意这个意念 你就会留意到神的声音 这个就是很特别 你也告诉我 神的属性是什么 神的属性 神是跟我们有高度的联系 是一个高度联系的神 神可以不是这样 神可以怎么样 神可以是跟我们 即他有他有天 我们有地 你有你搞定 然后你就可以上到天堂 即他可以这样 神不是这样 神是真的在我们里面 不断搞定我们 不断吸引我们 不断改变我们 以至我们很多的意念 其实都会出于神 当人越亲近神 就越有这些意念 你就会有不灭的火 在里面不断 都会发出这种意念 很想很想去祝福人 很想去走在神的路上 更加发挥生命 这个就是那种运行 运行有一个percent 为什么一个percent 有些人上教堂都没有心思 人家说去就去 人家说去就去 回来坐在那里听到 可能有黑眼睡 在那里 黑眼养神 我们不要黑眼养神 总之很牵强 不是有动力 他那种神在他里面运行 他不是那么回应 于是他跟神的关系 是有点缺 但有些人跟神关系 是很密切的 神感动他很快会行动 我希望我们看到这种东西 你越听神的话 你就越感受到 圣灵在里面的感动 神如何运行 我们的立即行事 就是他跟我们 结合深度的程度 我们以为我们想 其实是神在想的 这个经文 对于我来说 大家可以去思考 如何思考呢 当你有这个意念 很想走神的路 你就留意里面那种意念 的出现 这个其实是神在做功的 留意神的运作 在那里写着 这个人的脑子 就好像很多很多 习惯的东西走出来 因为人习惯这个频道 所以他跟神的频道很不同 因为神的频道就是 你平稳安静 安静在神面前 能够留意到神的声音 回应神的声音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会收到神的频道 这个是逐步的进入 你越进入 你越能够收到神的信息 而神很多时候 透过微小的声音 在《离王记》上十九章十一节 耶和华说 一同一 你出来站在山上 在我面前 那时耶和华从哪里经过 在他面前 涅风大作有涅风 崩山碎石 也说却不在风中 风后地震也说却不在其中 地震后有火 也说也不在火中 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以利亚听见 就用外衣蒙上脸 出来站在龙口 有声音向他说 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即是说 当他有涅风 崩山碎石 地震有火 这些一切 神都没有跟他说 但最后神用一个微小的声音 为什么是微小的声音 因为人和神之间 始终的沟通也不太强烈 所以声音也是微小的声音 但当人和神很密切 有深的关系的时候 声音就越来越大 比如去到天堂 很明显的声音 在地上的时候 我们也有微小的声音 另外就是因为神想我们安静 所以他的声音是微小的声音 其实在中世的时候 有很多修道士 他们在山洞 修道院 在祈祷很长时间 他们就开始发觉 他们会听到一些神的意念 给他们 其实我们现在学习 我们知道有神的意念 我们就可以混用了 即是说 原来可以 这个就是神的声音了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 譬如我自己祈祷 我发觉很多时候 都有神的声音 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以为不是 有时候 你以为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有很多时候 如果这些意念是合乎神 其实合乎神的意念 基督徒合乎神的意念 其实都是出于神的 大家开眼开眼 好 心灵安静才能留意到神的声音 以以赛书三十章十五节 主也说 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 你们得救是在乎 归回安息 你们得力是在乎 平静安稳 你们警自不幸 就是说 我们得救是回到安息里面 在神的安息里面 还有我们的特力是在平静安稳 在平静安稳的时候 当日有人急躁烦恼的时候 他是很难得到力量 所以想聆听到神的声音 就是随时安静 而安静有时可以在很吵的环境 其实是粗烈灵静神的声音 第一种是如何呢 第一种情况就是 外面静 但里面都吵 什么里面都吵 哎呀 很难搞 哎呀 很多事情要做 人们这么坏 你里面有声音 即是很安静 在其中 不过里面有很多的雜声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呢 就是呢 外面静 他里面都静 这个第二种 第三个呢 外面吵 里面都静 这个东西呢 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 即是说 周围的人在看电视 你这个心里是没有神 神啊 多谢你 探美你 哈利路耶 感谢耶稣 你都可以在里面有喜乐 有平安 以及可以聆听到神的声音 外面吵呢 都依然可以 这个呢 是不容易的 那 圣经也都告诉我们 其实是 神的心意是有先知 这里讲到呢 是个个都有的 我深信呢 其实 在末后的日子 做到末后的日子 日子呢 是会更多人 会更加听得清楚的 但起码现在呢 如果我们多操练 一样个个都可以听到的 因为我们会有机会 给大家操练的 司律主义讲十七时 神说 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 敲灌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如言 你们的少年人要见仪像 老年人要做义母 就是十九节 在天上我要显出其事 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 有血有火有煙霧 一头要变为含 月亮要变为血 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 未到以前 那这个经文应应 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在初期教会的时候 五秦节 圣灵降临的时候 比特就讲到 神说 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敲灌凡有血气 就是这个是神的生活 而当日来说 他们是领受属灵的恩赐 能够呢 这里其中有讲到 就是说如言 建议仗 做义蒙 那有些人就说 没有什么这样的恩赐 但是其实 当你聆听神 你就会领受到神的信息 你说出来的时候 都是预言 预言 不是一定是预言将来的 有些可以是 有些呢 就是能够说出神的奥秘 神的真理 神的美好的事 比如我自己领受很多神的教导 这个都是神给我的信息 那我就将他讲出来 有些人更加会见到异象和作义蒙 而这个日子是什么时候有呢 有些人就说 是在初期教会有的 后来就没有了 但是跟着后面说什么呢 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 未到以前 就是说 在活口的日子会有神迹 有血 有火 有煙霧 日头变为黑 月亮变为血 在这个 又说大而明显的日子 未到以前 这些事都会发生的 就是由初期教会 一直到世的末日 都会有这些事发生 所以我希望大家学慕 因为为什么聆听神的诗音 那么重要呢 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带领 我们叫我们资讯 叫我们怎样来恶行善 遵从神的吩咐 侍奉的方向 处理生命 这一切呢 其实我留意我过去的过程 我真的留意到 神一直教我 那么有些人说 为什么我没有教呢 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 每一个基督徒 你都会看到神教你的地方 不过问题就是 你的回应有多少 我记得 就算我初信主的时候 我都立即知道有罪 我立即知道有罪 我立即知道有罪 即已经留意到神的声音了 然后呢 当我看圣经的时候 真的有很多的 圣经的意料影响我 然后当我经历圣灵充满之后 之前听到 和有心侍奉神 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时候 我信主没多久 我就会想到 全世界有这么多人 没有认识耶稣 我真的要帮 这么多人认识耶稣 接着我就有个意念 和神去说 就是 那时候 你帮他识了 他的声音 就和神说 神如果你想的话 我愿意侍奉你 我还记得那种意念在我里面出现 然后呢 我就去到 在 我后来在一家基督教教导书的时候 神就给我意念 带别人出去 全福音 我会有这些意念出现 然后我就带他们去 然后我也有这些意念 不如开一个信仰班 帮别人清楚信耶稣 然后又有一个班 帮别人查经 神会给我这些意念 而当时我看圣经 也都在圣经里找到很多真理 都是神当时教我的 但当我经历圣灵充满之下 就多了很多很多 就是 神给我的意念 有时怎样 有些少的骄傲 有些少的负面思想 或者被人影响 神立刻提醒我 还有 神又给我这些教导 就是当我祈祷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些教导 在这几年 我有很多这些教导 这几年 都有很多这些教导 这几年特别多 我希望多谢神 帮助我开放我心 我希望大家的侍奉 你的路向 你越跟神就越收到 很明显 譬如那人 连普通的罪都处理不了 神怎么会呼召你去做什么宣教 所以第一步未到 他不会叫你第二步 你一定第一步到第二步 一步一步 未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神都不会叫你去做其他事情 所以我们就说 神啊你帮忙 更加敏銳到神的声音 但我们收到的声音 可以有三类的声音 一起读一下 语言十章二十七节 我的羊 听我的声音 那这个是哪个声音 神的声音 接着罗瓦书真身十七节 乃是住在我里头的 最终的 那这个就是什么声音 最圣情的声音 最圣情的声音 容易分辨吗 你想生气人 骂人 骂人 骂死他 罚他 不要理他 这个声音 大家应该分辨到 是吧 很明显的 由第三个声音 马太诗六章二十三节 撒旦退我后边去罢 这个是什么声音 撒旦 即是比特当时 都是有魔鬼的声音 以至他会叫耶稣 不要去钉十节架 有些人就说很难分 其实是不难分的 你想跟从神那些 尤其是违反你自己本来的心意 本来你都不想做的 但是神会推动你做 那些就肯定是 而有些就是普通 就算你说 好了我拿本圣经看 都是神感动你的 不过问题 你听不听话 在很多日常生活 凡是神叫你做的事 都是追神的 另外有一种 除了罪圣经 也有人的意念 例如我去买衣服 或者去哪里玩 那些也不是错的 但问题就是 的而且有时候 有时候有一个教会 为何有这么多纷纷 就是有时候人想 那些事情如何做 有时候也不是罪 而是方向的问题 有时候是罪 那这个也是我们留意 就是有人的意念 譬如有个人 他想拍拖 但是有神的意念 说 这个人不爱主 你们又怎样 这个很明显 违反他的心意 那他想拍拖 那个心意 就是他本身的 那这个 看看有没有罪的成分 如果有罪的成分 就是他犯罪 即是他未信耶稣 那这个是犯罪 如何听到神的声音 我们一起读一下 第一 放下世界 处理生命 让心灵 尝尝安静 第二 爱和多读圣经 圣经就是神的声音 第三 在安静中 宣告神爱自己 爱慌神 注目在神 这个是帮我们在神里 安静和建立关系 第四 留意任何神的意念 包括圣经的画 即是有时圣经弹出来 忽然间弹出来 有些人也很奇妙 就是他从来没有看过那些经文 而神会弹出来 那个经文 这个很明显就是神给他的 第五 信服神的意念 让他成为河流 为什么叫河流 就是说 第一 就是有对话 什么叫对话 就是说 比如有时我们 神说 你去帮这个人 我说 很难帮的 神说 你可以的 不要靠我 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作 但是你说 这个人 好像空神恶杀 但是 在神凡事都能 可能里面有些对话 然后最后我们听话 这个就留意到这个对话 首先是对话 河流是什么呢 河流就是 譬如说 譬如我曾经 听圣经 有一次听到 理在不当的事上有忠心 说到五千两银子那个 我说 为什么五千银子都会 都会是不当的事上有忠心呢 然后就有意念打出来了 就是因为他常常都是 可能很多自己的人 又有些时候给神用 那他都算忠心 他一天都有些时间给神用 不过很多时间都没有给神用 所以他 忠心的事不是很多 那我说 那接着的忆念就是说 那你常常都亲近神 常常都被神改变 那你就会更多 可以更多的事上有忠心 就是一路那个意念一路去一路去 那这就成为一个河流 或者有时你敬拜的时候 譬如我敬拜或者我讲道 其实我不在想着下一句说什么 就是我一路说的时候 就好像他流出来 就不是我在想着下一句说什么 我真的没有想到下一句说什么 就是他自己走出来的 那这就是一个河流 就是你留意在敬拜 譬如你自己开声敬拜 哦耶稣你真好 耶稣你真好 我很喜欢你 就是他一路出一路出的 那我稍后也给大家去试试操练一下 好了第六 过后写下这些意念 那譬如有些信息的意念 就算你现在未说到 你都可以写下一些信息的意念 在我初信的时候 我已经有时写下的 我有本宝那时写下一些不同的意念 神给我的 好了再看回这里 第一读回黄色词 第一就是安静 第二圣经 第三爱慕神 第四留意了 留意有什么意念 第五顺服 由河流成为河流 第六 捨下 这几样就是一个很重点 你可以继续领受到神的信息 当你安静 你就更加领受 那你无论搭车也好 行路也好 几吵也好 你都可以在这些情况 神会对你说话 然后呢 多读圣经 神就透过圣经跟我们说话 然后爱慕神 跟神的关系好呢 就更加容易收到神的声音了 然后就留意了 留意到什么声音 然后信服他 让他成为河流 然后写下 平日留意神的意念 有些时候特别容易 一起读 快睡着或刚醒时 听道或读经时 再做简单事物事 有些意念可能是 违反我们的想法 对神的工作的赞叹 也是神的意念 亲近神的时间的喜乐 也是神的意念 这个第一 就是快睡着 和刚醒时 很多时候都会有意念 彈出来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这件事 你一起床 真的 有时是 根本要做什么 有时是 有时是 有时要处理 有时一旦 那边留了一件事 即是有时 即时在那一刻 就会有意念出现 还有听道和读经的时候 但如果你 这样听就比较难 因为你很快已经睡着了 但你听到留心的时候 你会有些意念 是的 我也收到 是的 我也有那些意念 是的 我曾经很顺服那些意念 我可以更加有多些意念 我不知道 大家听到 原来我可以更多更多 还有对神的赞叹 神的作为真是好 今天是神 其实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人会赞叹神的工作 哇 我有喜乐 那就是神 哈利路亚 都是神给我们 因为神给我们喜乐 又懂得欣赏 那就是神 睡觉原来这么舒服 哈利路亚 是神的工作 感谢神 看到基督徒的改变 感谢神 看到弟弟姊妹的服侍 感谢神 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意念 那我们又珍惜 那些全部都是正面的意念 然后亲近神的时候 他喜乐 那种满足澎湃 平安喜乐 啊 这种平安喜乐 就会有时弹出意念 哇 好像天堂 哇 好像在云里飘下飘下飘下 好了 等候神的时候 你可以做些什么呢 不是全静的 有些都可以静 有些人不行 静了就不知做什么 他要不是静 他就想其他东西 一起读吧 第一就是心中保持安静 第二听敬拜诗歌 思想经文 思想神和他作为 爱慕神 喜悦神 想像在神面前 或在天堂 第一就是 保持安静的状态等候神 也在做其他事的时候 也在安静的心态等候神 第二听敬拜诗歌 也会有 那首诗歌说到 啊 释放我们的念 哎哟 我未释放 释放 释放 你也在身上 即是那些意念人出来 思想经文 啊 勞苦贪重胆的人 噢 耶稣 我忽然想到 我心里游和牵壁 我一想到耶稣出现 那种温柔 他看着我们 令我们很舒服 很轻松 啊 耶稣 你看着我们 真是好 这个经文 就会令我们 去感受到 神带给我们的意念 这些意念是帮我们的 为什么呢 因为帮我们更加轻散 思想神的作为 啊 刚刚我一打来 打到旁边 不是打到牙齿 就是神保守我 啊 神怎么用天使保守我 我打不到牙齿 那就是神 哇 帮到这个人 这个人 马上很喜乐 马上很强烈 回应神 感谢神 神你工作真是好 神你如何在他里面做工呢 你如何感动他呢 改变他呢 结果他整个人变了 这个就是思想神的作为 我常常都 有空都这样做 我见到一些人的反应 我就很感谢神 啊 你们对神的反应 我又很欢迎 神在里面做工 我也很感谢神 神在我里面做工 感谢天父 感谢耶稣 也能在安静的时候 爱慕神 享受神 喜悦神 多谢耶稣 哦 耶稣 哦 耶稣 爱我到永远 爱我耶稣 爱我到永远 你一直这样唱 你会有不同的图画出现 可能有些人想到耶稣抱着你 耶稣带着你的天堂走 耶稣望着你 就一直享受神 当你这样做惯 你就会有不同的意念出现 其实这些都是圣经有讲的 但是你会更加很真实地来到我们身上 你看到我灵灵很多时候都会说 耶稣就一直感谢耶稣 多谢天父 有时神都提我 专心在神那里 不要只只顾着你 多谢耶稣 耶稣你就在那里 多谢你提醒我 多谢你提醒我 我立即回应神的意念 你都可以想像自己在神面前 站在神面前 现在我站在那里 就在神面前 爱我神 或者在天堂那里 可以有不同的图画 去想像 OK 好 留意圣灵意念的河流 一起读 不是来自思想 不是用逻辑牵牌出来 可能是自己没有想过的 是合乎圣经的 对我们的情况有帮助或有突破 当我们顺服便会平安 在全福音说 敬拜时常有圣灵的流 留意圣灵的流 第一 不是我们想的 不是思想的 不过你加上思想也不是有问题 你又让他再留 有时会有思想 你又再留 不是用逻辑编排出来的 又未必没有逻辑性 不过你慢慢编排出来的 可能是自己没有想过的 譬如说 你再不多事上的忠心 譬如说 你再不多事上的忠心 譬如说 耶稣由和谦卑 因为我骗是容易 我很久看他的经文 但我都没有看到这句 我骗是容易 神的骗是容易 我答只是轻散的 是轻松的 真的没有想过 也有时是违反我们的心意 留意圣灵的河流 在提醒我们 和我们说 是合乎圣经的 这些意念是合乎圣经的 对我们的情况有帮助 有突破 就是说 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就是神说 我有我的方法 你不用担心 你不用怕 我会有出路给你 我会开路的 而当我们顺服这个意念 就会有平安 你顺服的时候 还有在传方圣灵 敬拜上有圣灵的流 你传方圣灵 神又会带你 如何说 还有在敬拜的时候 一直带你 如何去敬拜 所以希望大家 都多在这些操练 在家里都可以试试唱诗歌 其实唱诗歌 是可以令到 有些人未能过 专心祈祷很久 唱诗歌 是可以帮我们 更加长的时间 去亲近神的 如何验证 意念是否来自神 第一 一起读一下 合乎圣经 第二 帮助我们更像主 荣耀主 或侍奉主 第三 其他数年的人 也觉得是来自神 第四 与我们的个人恩赐 或生命配合 第五 叫人知罪 但不是批判定死罪 第六 带来平安喜乐 第一 就是一定合乎圣经 第二 帮助我们更加 持主耶稣 荣耀耶稣 或是侍奉神 彰显神的荣耀 第三 就是其他属灵的人 都觉得是来自神 有些人的意念 是很奇怪的 他就说 圣灵感动 一些很奇怪 的时候 是他觉得是 但其他人都不觉得不是 有些客观的心 谦卑的心 去验证 不要觉得一定是 有些人就觉得 另一个危险 很重要 有些人他开始领受 他就 是不是什么意念 他都说一定是神 这个很危险 有些人说 什么都是魔鬼攻击 也是有危险 他什么都解释了 是这样 第四 跟我们个人恩赐 或生命配合 譬如有些人 他忽然领受 他完全未处理生命 他说我领受 我要去宣教 他都未处理好 他都未学习 这个都未跟他配合 但他长线 可能是 但现在不是 即是他不会立即 执行李 就起行 这个都未配合 这个就是我们 跟这个人配合 譬如那个人 是完全没有音乐恩赐 有些人跟我说 他完全没有音乐恩赐 不过 他有感动 很想领敬拜 可能是可以的 但他未必是 即是唱的 未必是他的强项 但有些人 到底是否因为他自己 喜欢唱 所以他想领敬拜 或他真的想敬拜 亲近神呢 第五 那些意念 是叫人知罪 但不是批判 死罪 什么是批判 你没用 你愚蠢 你经常犯罪 你没用 神不喜欢你 神要踢走你 这些就是批判 第六 有平安喜乐 即是这些意念 是给我们有力量 有平安有喜乐的 多去操练领受神的信息 也都请人回应 或者如何操练 一起读一下 第一 信服群体的领袖 第二 多为人讨告 造就安慰绝免 若是关于罪或前路的染指引 请先信奉领袖 第四 以謙卑的心事奉神 尋蒙神喜悦 第一 就是信服群体的领袖 譬如说 如果一个群体很乱的 那些人 每个都没有 处理生命 又在发寓言 我真的收过那些寓言 真的很搞笑 但他又会说出来 那些东西是会拆毁的 也有些人 他以为他是 甚至是先知 曾经有一个人 曾经有一个人 有一次我去帮一个教会 他邀请我去那些寓寓 但谁知道 他又邀请了另一个 外国来的牧师 那便发寓言 他又不知道 我准备说到 他跟我说 他说 你不要再打你的父母 我听到 第一 我从来没有打 我从来没有罵我父母 我父母也不再生 他又说 你不要再打你的父母 那为什么会收到这样的信息 就是说 有时有些人 其实都在坊间社会 也有很多人 经常都发寓言 现在基督出现了 其中一个信息 就是说 有一个人说 这两个见证人之一 已经出现了 其中一个 但我看他的生命 其实很有问题 其实很多人是无认的 所以我们有些什么特别的领受的时候 我们都会告诉领袖 去参考 去寻求神 以及多为人讨告 而普通造就 安慰、勸勉 那些是可以说的 就是造就 建立他的生命 安慰他的心 以及勸勉 引导他 但如果是关于罪 或者前路的原因 应该先询问领袖 例如你领受到他的罪 你可以用一个方法 柔和一点 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得罪神 我们就求主赦免 我们求主洁净我们的心 这样的时候 就会不是说 祂是我们也是 我们有得罪神 我们有羞慕的 我们在神面前放下 这些羞慕的 这样的时候 就不是祂说我们自己的 这样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 神说你犯了罪 神说你犯了奸人 我没有犯奸人 我没有犯奸人 有时可以是这样 有这样的 讲到罪 或者是前路 你将会和我一起结婚 这个很重要 千万不要说 一定要和领袖说 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 或者这个人你将会做牧师 或者做传道 或者宣教 还有一个谦卑的心 我也看到有些人领受信息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不谦卑 就是他怎样呢 他一领受他 总是说是对的 这样的时候 也造成很多问题 其实有很多教会 就是有些所谓的先知出现 结果就由分裂 他又带了一些人走 他说牧师都不听我说 他带了一群人走 其实很多时候 这样的做法 不是神所起热 就是一个谦卑的心 我们领受信息 就是谦卑的心 才蒙神起悦的 下面那一齐读 不要以为必修得准确 不要为了自我形象 不要以为一定修得准确 还有不要为了自我形象 什么意思呢 我要给别人看 我不可以修错 我修错 就是说我错了 我不行的 就是以往被人猜得多 所以在这件事 就很想证明他自己是对的 所以我们都求主 帮我们小心一下 先知想更准确地接收神的信息 譬如你有先知性的恩慈 这里有一个普遍的说 你有先知性的恩慈 你想准确 怎样的方法做 一起读 就是说 与神有相爱的关系 高度处理生命所有的问题 处理对人的偏见 不为名利 高位 权力 单为荣耀神 而祝福人 就是下面的 尋求更有策略地 进入神的计划 而祝福万国 第一就是 你想准确 就是和神有相爱的关系 神在爱我 我也爱神 所以这个人 成在神的爱中 更加是荣耀神的 有时有些先知 他说是先知 但是他的律法很重 很重 我也见过这样的先知 就是说的话 都是非常重的律法 是没有什么恩怜去推动人的 到底这个是追于神 还是不是追于神 所以我们想有神的爱 我们才能够 说的话 合乎圣经所说 是神先爱我们 而且高度处理生命所有的问题 我自己亲身经历的 其中一个 他真的有先知恩赐 我曾经请他来 因为我和他一起去 他去到那个地方祈祷 有些人 他会知道那里有邪灵 什么邪灵 我请他来 我们教他 他会为那个人祈祷 他会看到他的心 他知道那个人的情况 我说出来是非常准确 但后来因为他本身有些罪 有些软弱 结果他收错了 在他教堂 那个传道人就问我 他说为何他现在收错呢 那我就说 就是他可能心灵中有破口 有时人就是这样 就是看重的恩赐 但是不看重处理生命 其实很重要的两天就是 和神关系处理生命 以后去服侍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什么人的影响 人骂我 是他的问题 我不需要被他影响 人踩下我不要紧 人拒绝我不要紧 要是神接力我就可以了 或者负面的思想 负面的情绪 觉得没用了 很惨啊 不开心啊 烦恼 这些全部都要处理 如果有这些问题 根本收的 真的好夹杂 又收下神的声音 又收下魔鬼的声音 又收下情绪的声音 真的很多这些问题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恩赐 就算没有这个恩赐 都应该处理生命 有这个恩赐 你想收得准 一定是要处理生命 处理对人的偏见 譬如对人有偏见 不喜欢某些人 这样的时候 亦都会很难 会收得准 因为你收到关于那些人的东西 就会不准确 不为名利 高为权力 也有些先知 他就很想得到钱 他用不同的方法 去push别人去奉献 这样的时候 他就不是出于 他夹杂了他里面的私心 在里面 还有我们做的时候 单位荣耀神 和祝福人 整天都是荣耀神 祝福人 还有尋求更有策略 进入神的计划 和祝福万国 其实我们中间 将会有更多人 领受到神的信息 这里讲到 先知是否真的万能 不是的 我们一起读读读 左边又是右边的 安慰肯定人的重要性 属灵人都可以做 有些先知 只是安慰 我曾经有些先知 来到香港 那时我在学习 他们认识英文 叫我翻译 我跟他们翻译 我发觉大部分说什么 耶稣爱你 你多看圣经 多祈祷 神要使用你 这些全部是圣经 可以说的 这些可以说 不是先知 才可以说的 其实任何人都可以说的 第二 勸勉 提醒 指责 熟灵人 都可以做 都可以做到的 先知性报道 即是说他会领受到 这个人 有些什么问题 所以用那样东西 来进入 那这样东西呢 先知有特别的优势 不过 没有这个先知恩赐 都一样可以用的 但是他有先知性的恩赐 是很好的 全福音上 下一点 对某些人的 特別指示或带领 神也个别带领 先知可有清晰指引 就是说 对有些人的特别指引 例如我去列国 我首先有两个人 一个是一个先知 他三不识七 在聚会那里叫我出来 他就告诉我 将来你会去列国 另一个就是我的教友 当时我离开香港 我很不开心 但是他跟我祈祷 他说你将来会回来香港 并且你不只是回香港 你会去全世界 那时候我完全觉得不可能 那他这两个人的说话 其实我里面都想的 但是我初头回来的时候 我不是想着去列国 我是想着去一个国家 但是我去一个国家的时候 神就给我的意念去列国 这个过程其实 神一直在我里面做工 亦都透过先知去confirm 我所说的就是 对一个人的指示 先知可以有清晰的指示 不过这个一定要准 一定要认证 对下面 对教会群体国家有特别带领 神也个别带领 先知可以有清晰指引 就是对于教会群体和国家 这个带领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先知领受到这件事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大家其实是可以逐步提升的 有些人特别有这方面恩赐 你是可以提升成为先知 但是你的心不要想着 先知很大很大 不要想着很大很大 就是想着 我是一个器皿给神用的 先知信息一定要验证 一起读一下 若不准确 要找破口 不要宣讲 若准确 求神带领如何去发挥 但需要不断验证 即是说如果不准确 就要找出破口在哪里 就不要宣讲 如果不准确 你就不要继续宣讲 你就去多些验证 和处理生命先 处理生命好 然后开始准确的时候 先开始在牧师 或者是一些成熟的基督徒面前操练 看看是否准确 如果准确 求神带领如何去发挥 但需要不断的验证 不要说以后都觉得自己一定是对的 另一点 最后一点 先知不是比其他人更高 有某个人听神的话 神都会把他提升 但先知的恩赐的人 确实很好 但其实很多恩赐都好 有圣灵恩高为人期都好 教导恩赐也好 训练人的恩赐也好 各方面都很好 但不是一样特别高 先知是特别高的 不是一定的 不要说有诗之恩赐也好 这种成为骄傲就有个婆后 在这个时候 我会弹一些诗歌 你就跟着默想一下 你容许自己放松 你可能在这个时候 你会领受到一些讯息 有些意念 然后我就会问回大家 但是我通常来说 我发现有些人很害怕 就死了 我感受到的不知是否 譬如有些很简单的 耶稣爱我 那我就知道 不但不要紧 你也可以说 耶稣爱我也可以说 我有一些重担要释放 释放 释放 神要更大释放 我都可以说 即是任何你心中 彈出的意念 你留意 你就去记住 跟着他走 跟着他走 为什么跟着他走 就是你停留在那里 譬如有意念 你要处理 你就跟着他走 好 我要处理 神要处理什么呢 神给你的意念 处理这个人 神要处理这个人 我有什么要放手 即是你跟着他走 这个是一个享受的时间 享受 享受 享受神 耶稣 鬼言说 尤四 父子 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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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主耶稣 我爱我 要心里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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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 我爱你 我爱你 主耶稣 我爱你 主耶稣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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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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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主耶穌,多謝天父,多謝天父。 販路苦丹重丹的人可以到我這裏內,我就使你無得安息。 販路苦丹重丹的人可以到我這裏內,我就使你無得安息。 販路苦丹的人可以到我這裏內,我就使你無得安息。 販路苦丹的人可以到我這裏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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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 我們歡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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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我是單一的意念 有時我是一連傳的 這隻孫我是 平手一連傳的意念 一個意念 就是神在我心中 他一次一次一次 一直 保守我平安 在我軟弱的時候 他依然做功 一直 一直提升我 一直提升我 一直安排 一直起業 我想做的事 雖然我又軟弱 對方之身 喜悅我的心 多謝天父 然後當我感受 這些圖畫的時候 然後我就 意念出現 就是 耶路撒冷 構成其中一個 一個 gate 一個入口 我 神 多謝天父 這些意思是甚麼呢 神給我 在淫散座 不知 不過 無論你 無論你 彈出甚麼意念 你都 你不一定說 這件事 一定是 有些甚麼準確的帶領 或者就是 任何的意念 你都可以嘗試 說出來 說出來的時候 就會鼓勵其他人 有誰想說 可以舉手 你先拿開 我有一個意念上 是 不是圖畫 但好像有些字 我會聖了世界 那你有沒有跟著追著 即是停留在那裏 我會聖了世界 即是你當時的領受 立即停留在那裏 停留在那裏 停留在那裏 而任天父是怎樣 有沒有進展 就無髒 很… 不是很清晰 就有個 好像十字架 那麼後月很光 就在我左眼上角 有個十字架的影 然後又有耶穌的影 又好像以合為一 這些我們都是作為參考 總之你以後留意有些什麼意念彈出 我們修意念有些是一種鼓勵性 譬如耶穌愛我們 耶穌照顧我們 這些是鼓勵性 這些是大領性 譬如將來的前路 或者將來的圖靶 最沒有人有領受的 好可怕 不要怕別人想自己怎麼想 不要怕別人說出來好像很奇怪 或者好像很特別 不要怕別人 你領受到的就可以說出來 好 這樣的時候我們就會暫時停止 然後我們就會操練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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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